今集Viu Check 由ViuTV發達藍藝人之稱的 Dickson、黃奕晨 以及擁有甜美歌星的 Ash 鍾卓詠 Ash 鍾卓詠 2021年參加《全民造星IV》 憑著人靚、聲甜 雖然在60強止寶 但已經吸納了不少支持者 原本是護士的他 入行之後 馬上有機會主持一些 健康資訊類的節目 包括《養生一族》 以及《我想身體健康》 亦參演了不少真人秀 和旅遊節目 包括鬥釘遊學團 《撞名撞成猶一番》 以及《撞鬼自介游》等等 你在《全民造星IV》的時候 你有計算過你出過多少集 兩集而已 兩集而已嗎 兩集 藝人也有說形象 是 但形象以外有一樣是印象 其實你已經出過兩集 是的 竟然就會對你有印象 當時兩集也算是前期離開了 當晚已經有很大的迴響 為甚麼 對,炸爆了我的手機和我的社交平台 當時也覺得 原來有這麼多人替我不值得 對,那就是人像 對 靠那兩集認識你多少 是很少的 我覺得那是一部分的我 是真實的我,卻佔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印象很有趣 因為有些不同的事 印象有改變 確實是很容易走路的試過 難度也試過 對,但好像說出來的印象 只是… 其實認識有多少 其實當時的你 還未正式入行 對,當時很擅長自己 像一個素人 上班,跑去比賽 其實當時反而是最沒有包袱 應該是這樣說的 純粹是想唱歌給別人聽 是 沒有特別想營造甚麼的形象 或印象 但觀眾有時對於我們這個行業的人 他們都會很想主觀地 希望我們是怎樣 是 你感受到的吧 有的 當然可能生活中發生一些事情 如果有反差 或可能令他們覺得 我覺得我跟他們的印象有偏差 他們便會有失望的感覺 所以明白他們會對我們有期望 所以才會有失望 我記得很深刻 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不喜歡你,他不跟我說 我跟他聊天 我問他,你不喜歡我的甚麼 其實也明白的 但我純粹很想知道 從觀眾的角度去出發 為甚麼 在哪個點,因為甚麼而不喜歡我 我記得我跟他同一個陌生人 他跟他同一個陌生人 說了不知不知道多久 很大了千字文地說完之後 他有跟我說過 對我的失望 然後說希望有一段時間的日子 可以看到我的變化 怎樣可以看到真實的那個我 因為大家對我的熱愛 一開始是很大… 很厲害 很大,我很明白那種心情 但我會覺得那是一部分真實的 沒錯 你因為這樣而喜歡我 我不會覺得我不是騙了你甚麼 沒錯… 我做了自己,所以你喜歡了我 但你還沒看完 全部… 我也會有做得不好的時候 或者會有犯錯的時候 當我在那個時刻想告訴你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太好 大家會否再想聽 因為那個情緒已經… 沒錯,情緒加在真實的說話上 其實會馬上偏差 對 跟你談完後,他有說過嗎 我能夠多理解嗎 有的 是嗎 有的 我發覺你是說話 甚至是真實的人的想法、思路 你是理性王,算嗎 我很正經,想法是很正經的 你的條理、想法的理性 你也算是那種人,對吧 我覺得我算是 只不過是當我要去處理 或面對自己的事、一些決定 我就不夠理性 明白 但反過來,好像說真的 其實你進來工作也不太久 那些年輕 會否真的已經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也不可以只能拿出理性 真的感性,把自己抄襲出來 我在做一些娛樂事業的時候 會讓人感覺到 這個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面子 有一個例子 我跟阿Gi拍攝了旅遊節目 其實當初有些功課要我做 我每天都要拍攝一分鐘的影片 給他們看 但我覺得那一分鐘是全日最難捱的 你說是出發之前嗎 對,他們給了我功課 開了一個群組 跟我說說你做甚麼都可以 說你化妝、起床甚麼都可以 總之要好看 我覺得很不像我 本來是有擔心的 但到出發時,她就說 希望你和阿Gi會否撞出甚麼火花 你也知道阿Gi會有點擔心 她是有點擔心的 非常擔心的 但就是因為兩個人這樣做 我爸爸出現了 對,原來不是那麼難 只要你肯跟那個人有默契 去培養一些感情 其實你倆好像朋友出去玩 已經可以很好看 如果這樣說 跟阿Gi的旅遊節目 也算是有點擔心的 擔心了一點 接下來你會想做甚麼 你覺得甚麼適合你做 主持、綜藝等類型 通常都會做到 是 那些類型你會想做 繼續… 不,旅遊節目真的很適合我 其實我也挺喜歡做主持 因為我記得有一天有一個人問我 他說覺得我將來會走哪個方向 我會否繼續唱歌、唱歌手 還是怎樣 他說了你的名字 他說你會否做另一個強尼 會否想嘗試做… 主持 主持 我說我不知道 讓我先學好咬字 是嗎 對 讓我先學好咬字 我喜歡的,我也… 我也期待跟你一起做主持 到時你會貼上屁股 一起有這種形象出現,試試吧 好嗎 好… 就這樣說,一定來吧 好… 好 既然大家對Ash的主持能力 這麼有信心 而他又這麼喜歡音樂 所以我們就約了唱平人 兼唱片收藏家 讓Ash做一個有關黑膠唱片 發展的人物專訪 展示一下他的主持實力 今天這個自選項目 其實也是考驗一下我主持的能力 有點緊張,我今早胃痛 不知道是否太擔心 現在我們給你五分鐘時間吧 你多強力 我想問這些是甚麼事 這些字這麼難看,是甚麼事 這麼醜的字 怎麼看 我已經很大段 自己消化了 我現在手抖,好嗎 寄稿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很糟糕 但有些東西真的不能錯 在資料上一定要說那些詞語 那些是真的困難的 我信心一半一半 不是 在這個數碼年代 如果大家想聽歌 只要上網付錢,下載就可以了 不知道能否一剔過呢 平時他這裡 也會跟發燒友搞一些聽… 甚麼 很難 在這個數碼年代 這次會否在同一個位置的音樂 平時也會搞一些 唱歌或聽歌的發燒友的… 我不說這句 我不說這句 在這個數碼年代 如果大家想聽歌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有甚麼東西要學 第三副成功了 第一關背稿就輕鬆過關 第二關做專訪 就要考上臨場表演 剛才我提到的資深唱片收藏家 兼樂評價Ivan就是這位 你好… 你好,我是Asher 你好… 主持我覺得最難是 當你知道只要問問題時 你就不是主持,不是在聽別人說話 剛才我在門口的時候 也有簡介過 可能是黑膠唱片 可能是50至80年代 但後來我推出了音樂錄音樂 便笑了又不玩 是 但我看到你也有收藏一疊音樂錄音樂 是 是甚麼 當年音樂錄音樂對我們來說 很震撼 小隻,很容易收藏 但最重要的感覺是 因為我們對著音樂錄音樂 不會有黑膠 現在你們可能很喜歡 有啪哩啪哩聲 但我們那個年代 是沒有啪哩啪哩聲 可以很乾淨 所以覺得音樂錄音樂很好 我每次跟一個人訪問 你要聽別人的故事 你再回應才會有一個互動 但我記得我的問題是 我要問音樂錄音樂和黑膠碟 有甚麼分別 你不可以一來就說 Ivan,音樂錄音樂和黑膠碟 有甚麼分別 其實這就是最硬的主持問題 可能我會看到他原來也有玩音樂錄音樂 從他說的話 能否帶下一個問題 聊天後,看看Ivan有甚麼推介 我今天介紹一張可能你不認識的碟 我應該會真的不認識 這張碟是1995年出版的 關稅是1989年出版的 幾年之後他也很紅 是 到了1995年,他就很膽膽 我想監製和他也很膽膽 於是做一張翻唱的碟 這張空白 音樂錄音很大 我聽到那些白白的聲音 其實有些塵的聲音 那些人很喜歡覺得這是舊風格 其實我是不喜歡的 最好像音樂錄音那麼精靈 他可能因為自己的音樂錄音 但現在這張叫味道 我覺得今天的表現是正常發揮 但我覺得更開心的原因是 因為這是真的關音樂事 這是真的 因為平日我們主持的節目 未必有些題材是… 老實說,有時未必真的有興趣 但這次就是因為 我可以嘗試一些我從來都沒有嘗試過的 我聽到黑膠唱片 我第一次聽 我覺得不單是學習了 是有一點寶貝的 同時也有發生 我覺得不是純粹的訪問 有機會第一次坐下來跟他聊天 對,感覺很舒服